不知道大家的影片看得清楚了 我一會兒再說一段影片 我剛才說是一時混濕了 但是中環中心很糟糕 現在是長江中心 都是這麼糟糕的 真的不懂得說 如果我回到80年代 我一樣是8、5、8、6年畢業出來做事 我又知道往後的事情發生 其實在80年代出來做事 剛才年輕人 賺1,000-2,000元 那時候賺錢是很容易的 一份工不過就兩份 加上現在的mine 回到那時候 賺不到錢嗎 賺幾片東西 買一份房子 炒一下炒 那時候也不用炒 我想在90年代 已經有幾億身家了 很簡單 1989年代 還可以數東西 1989年 六四之後 新鴻基 翡翠花園 賣8多萬 你當然要買幾家 每一個房子都去接貨 幾個人 1997年就散了貨 1999年開始 入貨 2023年 由1999年開始 大約在2020年 1999年 別這麼問 怕自己的基礎 不斷出貨 又炒舖 總而言之就是炒作 在我回憶裏面 我80年代出來做事 千萬不要去搞任何 實業 連電影或威風 別去搞 踏踏實實的炒作 你什麼想都炒 這樣就行了 人們80年代回大陸 做工廠 他們慢慢做 辛苦 那時候香港也因為那些人做工廠 賺到錢 香港的金融中心才越來越強橫 專心一意 就是炒作 香港就是一個炒作的地方 所以 我不要說契契 常常說什麼獅子生精神 說什麼 炒作而已 賺大錢 我們普通市民未必有參與炒作 但是比如說買一層樓 然後水漲就船高 跟在一起 買一間店舖 做生意 養大小孩 整個士多仔 五金店舖也好 誰知這家店舖在1970年 大南街賣的 135萬 現在無端端端 2018年又說 你6000萬 買吧 他真心真意 不是炒舖 他真的打算做雜貨舖 養大幾個炒仔 好了 剛才那段片是 今早生田公路 今天下午 六十六歲的司機 直接沒有收過油 炒了龍門架 然後 終於 證實不治 你沒有什麼好原因說的 有什麼好原因說的 小偉有說 他可能有時候瘋了 睡了覺太累了 或者現在不知道 你是完全 又不是說神祖流流 你要開了緊攻的 所以說 其實 不要說行船跑馬三分險 其實駕駛車在街上走 風險是高一點的 你自己沒事 有些司機這樣 當然也不排除他六十幾歲 可能 根本是 工作路太大了 就一時鐘一鐘 希望家人節哀 說一宗幾年前 這宗我們有說過的 我記得正正我們在這裏說過 原來這麽快三年 我也 時間實在太快了 他不說出來 原來在2021年10月 起碼兩年半 我們有說過這宗新聞 為什麼我 印象深 林武堅來的死者 實在太無辜 而且 新涼潭 我覺得對新涼潭的交通意外 我是特別上心 話說 新涼潭是香港其中一個被傳為 最猛鬼的地方 我沒有感應 有些網友在新涼潭烏膠藤 居住 都跟我說過一些靈異的經歷 我自己 去新涼潭也不客 一千次不要說了 幾百次了 因為小時候會去燒東西吃 而且那裏是陰 比較陰的 小時候 像我們那些女人 當然是最壞的 最喜歡約會 其實也未必是追求誰 一大群男女 就去這些地方燒東西吃 那時候很純情的說鬼故 嚇勾他們 那你問我 我覺得是陰一點的 我才有感覺 這裡好像陰一點的 你說有沒有那些無官動的 我也沒有的 但是有些朋友 就會感受到的 其實你去那些陰一點的地方 有沒有感覺 感覺到比較陰一點的 我明白了 我也感覺到比較陰一點的 這裡好像很陰一點的 但是你還未知道是無官動的 還未有的 修身不聚財 有沒有呢 我也算不算 不是好 當然是盡量低 也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綜合了 很多曾經在 牙身涼潭 烏膠騰 出過意外疑 沒有死到的朋友 我幾個跟我說過 包括那些原居民 都說你沒想到你游 因為我從小住到很大 但是跟我說 我結合了 他們也是說 炒了車 他說他轉那個彎的時候 明明是 他沒有超速 看了那條路 是這樣轉的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炒了 如果這樣 結合這些來講 可能是鬼暗眼 你明明是應該轉的 誰知道 在現實裏面 看過車鏡 你是直接 撞到那條難道 到底有什麼呢 真的不好說了 我只是想說 講過了 當日我們拍這個喪波敢死隊的時候 和波仔 和我們另外一個 我早兩位撞到他 的攝製隊的老友 麥犀哥 去到新娘壇的大路 要波仔拍 最後一個鏡頭 就是在那條馬 倒跑 撒溪錢 但是其實之前 麥犀哥也跟他說 麥犀哥是學法科的 他說 不能幹的 很多人來看我們 他們說 怎麼那麼多人 他說 不能幹的 然後做了結界 說了結界 他說 我們在這裏沒有什麼 然後我就說 這麼冷靜 我趕快拍完 小女到尾 好走啦 其實我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他這樣說 他說 我想過了 成山都是 然後我說 喂 這樣不肯定了 我說 有怪不怪 各位兄弟 我們來拍戲而已 不要搞我 搞他們兩個好了 好了 然後 喪波 拍了那個鏡頭 就走了 喪波 因為我們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都是穿短衣 短褲都是夏天來的 喪波那個造型就是不穿上衣 他說 為什麼毛本都凹了 為什麼你沒有 背部那麼寒的 我一聽他這樣說 因為他的 感官 我不知道是比較敏了 比較遲鈍的 我不懂形容 我一聽他這樣說 蛤 有這樣的事 我說 喂 我拍完了 OK啦 OK啦 我不想你啦 上車就走 好了 然後上車就說 因為我聽得鬼故多 我說 喂 別想著 大埔區 多人的地方 那時候陳漢基那些 晚上都 吃一碗東西 聽鬼故 如果這樣各自回家的鬼會跟著我們 當然 我們一計就沒事了 我們這麼正氣想完的 但是那天晚上 聽見 墨西哥師傅跟我們說 其實最晚 就算大埔都還沒有在那裏 他上次跟我說應該是在那裏 應該是 南岸那條什麼村 各位南岸 那條有縫 縫什麼村 有新舊村的 有新舊和舊村的 丁 丁 不是丁鳳村 丁 死啦 我自己做村我都忘記了 金 鳳 是有一個 什麼村的 那裏 有南岸 大家上去看看 南岸 山折下的一個峰字 南岸隔壁那條原居民村 最外面的那個叫金鳳台 就是那個村屋新的 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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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舊舊村的 我買過那裏幾間 不是那裏 是那裏村裏的山上 他説是城的山 都是 這麽厲害 好了 這件事 是鳳元 這件事 現在就告那個本田25歲的司機 他也承認兩項危險駕駛 因此他人死亡 以及兩項危險駕駛 因此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 法官 判刑的時候就職責被告自私 沒有理會其他道路使用者 一旦超速 下右越線 極為危險 判他四年十個月 停牌七年 那裏 讀駕駛改進課程 其實讀駕駛改進課程沒什麽意思 不過他們不是這樣可以改變態度 你說真的 這些真是拿來壞 被告何文興25歲 他 也有書面求情 他說首先向死傷者和家人 他們的家人自協 他說他受事件打擊 將一生感到內疚 被過精神和心理報告說他現在的情緒穩定很多 事情對他的情緒影響也已經減退 究竟是怎麽樣呢 他就說這個本田的司機 當天他想著是遊車 沒想著練車 他就是一輛本田的 跑車 一輛豐田的跑車 和一輛電單車 一起出發 沿著丁岳路入到新良潭 向著粉嶺 方向走 在中間的時候 他們 那道路限制是50kg 就開到過百kg 其實過百kg在那些路上 100kg是不太快的 但是那些路上是很快的 而且 根據行車紀錄儀 其實 他的對話 聽見他們說是游戲結束 游戲結束是什麽意思 現在用這裏來判斷 可能是在撐車 撐車就快了 但是如果大家走過新良潭的路 第一是多彎 第二是 其實是雙線單程行車 一條線就向這邊 另一條線就向這邊 他們向著那個方向走 因為要超車 只能夠抽頭超車 不時就變成越線行車 要抽頭 而且隨時對面有 通通車 營透有車 我們開車有時很不耐煩 雙白線 老實說 有沒有穿越的雙白線 一定是犯法的 當然有 在什麽情況會穿越 是你真的要掌握到 是看得通的 對面真的沒有車 你認為足夠過你前的慢車 回到過去 不要說犯不犯法 都不會有車到 或是你要收油 你才會考慮 因為如果不是 你不然 營透有車 那你怎麽辦 而這件事的意外 就是 豐田的車 即是另一個死者 現在是被告 沒有死 秋頭 越線 可能越線越邊格 美論上應該越來越 現在 這一個被告的車 因為越可能 有另外一些 行車 那條線不是他們走的 去越線 剛剛的林保堅尼 這個無辜的 當然啦 你剛剛的林保堅尼 走過那些路 其實也可能有 那些路 也可能有 那條路 就 向著大步方向走 兩個手掌 砰 這兩個司機 是當場喪生的 而這一個被告的白色車 在後面跟著 急不及都撞進去 但是 有踩過 動作 就不太嚴重 不過 這一個被告的女朋友 同一輛車的女朋友 也因此 老暴受損 嚴重失憶 無法完全康復 有部份是 可能 永久損傷 跟他們一起的電單車 也撞進去 但也有撞進去 也叫做 保住條命 你 其實現在判去坐四年十個月 真的是炒車的 其實就是 秋頭那個風拳 但是你 因為有參與這個賽事很明顯 危險駕駛 我認為這個是 合理 甚至乎我覺得 還可以 判重一點 就是彰顯這些事情的嚴重 跟最後的駕駛 我覺得 7、8年也不是過份 因為 老實說 林浩堅也有多無辜 你說如果有途人在那裏又如何 我們自己開車 但我真的極度討厭人家在馬路上 幾多意外就是這樣 說不好聽 說壞一點 我開這麼多年 我都沒受過受傷意外 因為 其實真的嚴重受傷 其實實際上是幾件事 中午睡覺 沒有駕駛 吃了以後 捏車 車太快控制不了 如果不是 大家有很多人有駕駛經驗 就算你開駕駛100多kg 你為什麽要開駕駛100多kg 你能看得通 突發以外 其實你也有足夠的時間 去收車 可能車也會有嚴重意外 但我覺得 也未必那麼容易死人 你是毫無 準備底下 林保堅說你怎麽準備呢 我把車子撞過來 很會飛 你說多無辜 渣哥 宣佈全算結業 萬般不捨 終須別離 最後德福店 不是九龍灣 營業到 7月8號 要光顧他 一個多月時間 小食店 茶餐廳不行 我們看看渣哥 蔡強榮夫婦 2014年開小食店 後來攝觸茶餐廳業務 亦獲無記葵衝在2018至2020年期間 買這些股份 分別是250萬 147萬 147萬 買什麼呢 就買渣哥1996 大渣哥就是九龍灣 就是 Wakeupbox 還有 大渣哥2 灣仔店的49% 股權 OK 好了 那當然 其實 他們 就算說 去年的利潤 去年也有252萬 還在賺錢 為什麼不做呢 他最主要就是 毛記葵衝在2022年3月 2022年3月 財政年度 如果是2022年3月的財政年度 應該是2021年至2022年3月的財政年度 大渣哥灣仔店和九龍灣 兩邊合共虧損 630.7萬 他們 導致渣哥整體虧損378.3萬 1996那間 不是九龍灣和五灣仔店 應該是賺錢的 好了 1996 生意眼他做了1376萬 八幾萬個月 九龍灣那間2380萬 最好生意 1996 那原來的1300多萬的那間 1996就虧損了434萬 2880多萬那間 虧損了872萬 湯仔虧損了 96 萬多 合共就虧損了1403萬 很誇張 資產正值 現在 大渣哥2負債308.4萬 但1996和大渣哥 也有正面資產 也被人追獻 他們管理層認為 現在的經濟環境和市場競爭極力 兩樣東西都有 那麼 做千多萬 我不知道 其實規模有多大 但做千多萬 一個月有百多萬 那也是輸的 要一百萬鬆一點 老實說 你消貨成本 現在的東西那麼貴 他們是不是做到五分錢 六分錢 甚至七分錢 他們做到五分錢 他們說是厲害的 即是五十多萬 毛利一個月 如果做到五分錢的話 五十多萬毛利 隨時說三幾十萬宗 燈油 火納 工資金 水電煤 裝修截選 Goodview 也不算 那就輸了 那麼你說難不難做呢 我覺得他們有些打算的 如果我看下去 渣哥 那類東西 假如他有傑心機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節目 我覺得他去歐洲店 他去外面開店 為什麼呢 我要這樣說 我不會說別人是吃人的晚餐 但是 我去到 荷蘭 我看到別人的食肆 名字 就是 榮記 海天 這些都是 沒有特別的名字 但是到英國 他們的名字 就是 廟街煲仔飯 跑馬地餐廳 九龍兵室 九龍兵室 有些像我們什麼十八座狗仔飯 去recall 你們對香港的情懷 當然不算是人去饅頭 反而我們覺得更加是 親切感 不是親切感 擺明我看 我知道你吃什麼 你跑馬地餐廳 裡面都連跑馬地餐廳都很親切 這個很棒 對香港的 其實一走出去 我覺得 能做到的 去那一走 不過你找請一請都是廚師 今天傳來 九運 跟著就是一運 所有洗牌 再來國 舊的要去 新的要來 不合理的東西要走 合理的就留 但是 我們的問題就是 誰定 那樣是合理呢 那樣是不合理呢 可能有人認為我們這些人是不合理就走了 他們會不會留一些 左膠的人認為是合理的 誰定呢 早兩天 傳出顏國良 陳姿 職少 離世了 今天看到報導說蕭良 蕭良年紀大的朋友當然知道是誰 年紀輕的朋友 如果我們說多一點 如果年輕就怎麼說也不知道 因為蕭良除了 出位 在無線電視 翡翠台 攝石仁這個角色之外 其實在80年代 他有一系列廣告是非常出位的 就是永安百貨 每個禮拜 這個禮拜五 永安又有什麼什麼 這個禮拜六 禮拜日 還不來永安 路數火之類是永安百貨 因為每個禮拜都出的 那你當然 很印象深刻 看看 資料 1941年出生 82歲 83歲 今年 在加拿大大到離世 原來在三月到離世 根據資料 他有三兄弟都是娛樂圈中人 大哥是盧苑 他的弟弟盧迪 都走了 這是資料 但是我印象中 因為我剛剛攀過 我還有留意娛樂圈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還有留意娛樂圈呢 70年代有幾歲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家裡的姐姐 媽媽都會看 最留意是娛樂新聞的嘛 難道你有沒有看 國際新聞呢 我記得銷量應該是大佬 娛樂圈應該是二佬 我不知道 可能我搞錯了 資料就說是娛樂圈 娛樂圈第一個離世了 娛樂圈也有效力過無線的 就是主持這個奇緒錄 盧迪域 他出道的時候 最初的時候我們說 搞錯了 這麼像是娛樂圈的 其實你後來看是像的 但你能夠分辨 但是我小時候覺得是一模一樣的 娛樂圈就是小朋友 早幾年都走了 根據 回憶的報導 我們不要用我們後來攝錄人 蕭亮是幾兄弟裏面最英俊的 加上他 又懂得唱歌 我記得 我不知道 劉慧卿的節目是誰 那一代人 周梁那些 他說那些女生 少女時代 真是被蕭亮 你知道那時候讀的 那時候不同於現在 那時候來來去去就是那些 現在的盤子頂的 什麼聖保羅南女 什麼 阿瑞 英網那幾家 他們經常有聯校 派對之類的東西 於是他們 蕭亮是很厲害的 像我印象中聽過一些節目 又唱英文歌 那麼看他的樣子 年輕的時候眼大大視視精精 又懂得唱英文歌 你想想那時候 陳恩健 阿Sam Teddy Robin 趕潮流 不懂英文也要唱英文歌 很帥 目的是什麼 包括我們十一哥 有一個 溝女 你問一下現在玩Bang的那些 有五六十歲 六七十歲的那些 老實說 熱愛音樂是後來的事 開頭 當然想在那裏 原名是盧永華 在法租界上海 法租界出身 家裏排第四 1961年參加星島全港英文歌唱公開賽冠軍 70年加入港台 接著就過了 麗的 呼聲做新聞報道 1973年在麗的做新聞報道 現在就過了無線 麗的新聞報道應該由蕭若元 那一道無線 他 當然最出位的 我們以前就不知道 後來當然知道 就是由他朗讀那個無線電視 翡翠台 當然是特色來的 原來除了朗讀這個 即是當時也做了 他有做藝員 又做宣傳 又做編導 私下也有 著作的 例如 《蕭良養狗經》 《蕭良養狗經》 教人養狗 太極養生功夫 也有玩太極的 在書裏面 他又親自 畫了一些 插圖 以前的人 就是這樣 現在為什麽少了 這些人不是沒有那麽厲害 是因為電腦 其實浪費了我們很多時間 你有幾個看到有人拿著 不要說拿本書 不要說拿本雜誌 好了 他有做過很多廣告 永安百貨 每個星期 平霸 平霸 好像不是他 那個簡單的 是不是他的聲音 買電視機呀 平霸啦 洗衣機呀 平霸啦 平霸啦 那個是他 我忘記了 這個星期五六日 早點來永安 這個 就是他的結尾結尾的結尾 他介紹完那個就是慘 那時候永安 那時候也不行 永安真的做得不差 也同時開始擔任多個電視廣告的旁白 以前70年代的電視廣告 只有幾把聲 其實真的是 他能夠操留你的英語 國語 廣東話 上海話 和法語 1989年他賣了週兩 跳過了ATV 然後就效力三年之後 1992年 1992年移民加拿大 不過2000年回到無線 那就是做攝製人 男生女愛 我想他真的沒有做可能這10年8年 因為他跟著留在無線 起碼是2000年代 那10年8年他有很多電視廣告的 我看看資料 包括有 除了男生女愛之後 絕世好巴 智勇新境界 西關大小格勢追孔 動督神探 阿旺新轉 7號警察館 街大歡喜 街大歡喜 古裝時裝 沒有辦法 百多歲就沒有話說了 希望他家人節哀 勞士三兄弟 在這個影視 都作故了 盧遠他死了嗎 盧遠死了 很早死 盧遠第一個死 這次是盧爹為言 好 休息 fear 父 fal 看 佛 天天 四郎 但是 永遠都在散佛 會有許多刊 我們會不知道